到底有没有神 一个基督徒去理法店剪头发 理法师边剪法边和他聊天 最后竟谈到了有没有神这个话题 理法师斩钉截铁地说 我不相信有神 基督徒说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呢 理法师说 你只要走上街 就会知道这世上根本没有神嘛 要是真的有神存在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病得要死不活 怎么会有那么多小孩被弃养 如果神真的存在 那就不该有灾难有痛苦吧 我实在无法想象一个容许贫穷 饥饿 战争暴力的神 那是什么神啊 没有爱啊 基督徒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理好头发 便默默地腹胀离开 才刚踏出店门 迎面就走来一个满头乱法的男子 基督徒若有所悟 便走回店里跟理法师说 嘿 你知道吗 我刚刚发现一件令人稀奇的事 这世上居然没有理法师 理法师好气又好笑地回答说 你开玩笑吗 我不就是理法师吗 基督徒却笑笑地说 如果有理法师 路上怎么会有那些满头乱法的人呢 你看 就像外头那个 理法师笑着说 那是因为他没有来找我啊 于是 基督徒一本正经地回答 对 明明就有神 只是人不来找神 才会有这么多罪恶和不公义的事 就像满头乱法的人 没有来找你一样哦 其实 你所受的苦 神都知道 凡到神面前来的 他都能拯救到底 可是 神有神的原则和个性 凡不愿意到神面前来的 神也就尊重他们的选择 容让他们留在原来混乱的环境中 亲爱的朋友 我们当趁今日 赶紧到神这里来 受怜悯和得恩典 做应时的帮助 水深之处 分享让更多人认识这位赐福的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